这位习家军人物正迅速崛起 俄罗斯进攻路线调整 这个城市又遭大规模空袭 亚洲首富换人 出身见名的他财富是马云的四倍 猴斗暴增780例 WHO发警告 这些国家的人小心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5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Jennifer 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部长李舒磊 是不太为人助益的习家军 但其实他是习近平的心腹人物 6月5日坐时出任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李舒磊被传是建议习近平调整权斗策略的幕后人物 原中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小辉 4月第二任四川省委书记 有分析认为 王小辉离开中宣部显示分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 王沪宁受挫 中共环境报社官网消息显示 6月5日 在2022年环境日活动现场 此前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李舒磊 以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职务现身 李舒磊调任中宣部的消息早几天已有传闻 如今坐实 今年4月 中共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王小辉已调任四川省委书记 据自由亚洲电台专栏文章介绍 在中共政权的组织架构中 常务副职在所有副手中排第一 但只在正职不在家时主持工作 而一旦常务副职改为分管日常工作的副职 通常都是因为那个正职已不再主持日常工作了 分管日常工作其实就是主持日常工作 58岁的李舒磊是河南人 北大中文系文学博士学历 长期在中央党校工作 中共十七大后 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李舒磊获提拔为副校长 据称习在党内的一些讲话稿也出自其手 习上台后李舒磊频繁换稿 另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 北京市纪委书记 中纪委副书记 晋升正部习 前年底重回党校升任正部级的常务副校长 这次担任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是其第三个正部级职位 有分析指出 去年11月的六中全会 习近平这一派想要通过第三个历史决议 来否定邓小平的 以权贵市场经济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 同时也要否定江泽民以权力腐败 所有官员均瞻的这样一个国策为核心的政治路线 但六中全会上习近平的路线并没有在中共党内占据绝对的优势 第三份历史决议不但认同了邓小平的第二份历史决议 包括反对个人集权 反对终身制的敏感内容 也没有实现公开否定江泽民的计划 这让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是否能够连任 能否实现他的终身执政的目标都成为一个选念 于是在二十大之前 习派重新调整战略 首先要集中力量逐步的清除江泽民在政治路线上的影响 到二十大的时候 再看能不能在公开否定江泽民的情况下 也顺便否定邓小平 最终确立习近平和毛泽东比肩的政治地位 吕奥法学教授袁洪斌表示 据中共党内的人士透露 这个分两步走的战略调整 是习近平的智囊亲信李书磊提出来的 李书磊的这个战略谋划已经得到了习近平的同意 并且开始执行了 中宣部是中共意识形态重地 现任中宣部部长 由政治局委员黄坤明兼任 黄坤明是福建人 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 被视为习家军的一员 1956年生的黄坤明 预料将在中共二十大退休 李书磊此番调职 意味着中宣部将继续游习近平掌管 被调离中宣部常委副部长职位的王小辉 1986年大学毕业后 积入中宣部工作 至今已有36年 仅是出任副部长的时间就长达13年 2018年1月 王小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中央文明办总任 继续兼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总任 至2020年 2018年5月再兼任国家定义局局长 直到2022年4月离开中宣部首次到地方工作 中国问题专家李燕明认为 王小辉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亲信 王沪宁本有意培持他在今年底 中共领导层换届之际出任中宣部长 执掌中共宣传系统 但很明显王沪宁的计划遭遇到其他派系的抵制而未能如愿 也有分析 李书磊是北大的少年大学生 拥有博士学位 习近平刻意培养李书磊 很明显是想让他掌管中共的意识形态 目标就是成为未来的王沪宁 俄罗斯在乌东的进攻势头最近遭到重创 在乌克兰部队发起反攻夺回东部主要战场 北顿涅茨克式大片领土一天后 6月5日星期天一早 几个月来相对平静的乌克兰首都基辅便发生极其爆炸 俄罗斯国防部称 对基辅的空袭摧毁了西方援助给乌克兰的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 官员表示 俄罗斯的空袭看来是针对铁路网 尽管俄罗斯部队的持续进攻摧毁了很多地区 但在俄军将焦点放在主攻东部和南部 尤其是东部北顿涅茨克发生激烈战斗之后 基辅最近多个星期一直相对平静 英国国防部周日表示 乌军在过去24小时的反攻 可能打乱了俄军此前获得的进攻势头 不过莫斯科说 俄军在北顿涅茨克取得进展 乌克兰陆军表示 俄军在大炮的支援下继续发动攻势 控制着北顿涅茨克的东部地区 另一据美颜社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在射媒电报上贴文称 向基辅发射了高精度的远程空射导弹 轰炸摧毁了基辅一家汽车修理厂内的 由东欧国家提供的T-72坦克和其他装甲车 目前乌克兰方面还没有证实 俄罗斯空袭是否摧毁了坦克 美颜社还说 俄军周一一早还轰炸了基辅的一些铁路设施 和其他基础设施 看来俄军是要以这些轰炸阻断 对乌克兰部队的再补给 中国有句话叫做风水轮流转 今年到我家 在今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中 一个出身于最底层的印度富豪高塔姆阿达尼 以1,121亿美元的身家位居全球地球 也替换掉了另一名印度人安巴尼 首次登上了亚洲首富的宝座 这个新出炉的亚洲首富来自于印度种姓制度中最底层的建民群体 他甚至根本没有种姓 着实令人惊讶 马云在这个榜单中的财富只有区区254亿美元 而阿达尼却坐拥1,121亿美元的财富 阿达尼是马云财富的四倍还要多 对印度稍有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 印度社会有严格的种姓制度 社会地位最高的是婆罗门 其次是沙地利 这两个高种姓人数最少 却把持着印度大部分的社会资源 接下来是费舍和守陀罗这样两个低种姓 这四个种姓占到了印度人口的70%到80% 除了这四个种姓外 还有最底层的五种姓人口被称作建民 社会地位非常低 这位新任亚洲首富阿达尼 就是出生在建民家庭 有人说如果说三星集团 控制着韩国人的生老必死 李嘉诚控制着英国人的饮食起居 那大部分印度人的衣食住行 就被阿达尼所掌控 由于得益于控制了印度港口 航空 资源等要害领域 在疫情大流行期间 阿达尼的资产不仅没有缩水 还迅速增长了120亿美元 成功登上亚洲首富的宝座 甚至成为了亚洲第一个资产 超过千亿美金的首富 阿达尼之所以能够以建民出身 成为印度三大寡头富豪之首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 那就是他的老乡 印度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早在莫迪担任 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时候 就和阿达尼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莫迪在古吉拉特搞经济改革 阿达尼替他出钱搞基建 莫迪竞选总理要前往印度各地演讲 阿达尼把自己的私人飞机借给他 莫迪要搞绿色能源经济 阿达尼马上投资电动车领域 在印度国内 人们将阿达尼称为莫迪的洛克菲勒 猴豆已经成为新冠病毒之后 对全球危害很大的一场流行病 世界卫生组织WHO5日指出 27个非猴豆流行国家 共已通报780起经实验室确认的病例 WHO维持猴豆对全球公位构成中度风险评估 法新社报道 WHO表示 因流行病学和实验室资讯有限 5月13日至6月2日 共780起通报案例恐为低估 WHO指出 其他国家也将发现病例 病毒将会进一步散播的可能性很高 根据WHO 非流行国家当中通报最多案例的几个国家 包括英国207例 西班牙156例 葡萄牙138例 加拿大58例 德国57例 也有欧洲和北美以外国家出现病例 阿根廷 澳洲 摩洛哥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病例数都是个位数 非猴豆流行国只要出现一起病例 就会被视为爆发疫情 WHO指出 一些国家通报的新病例 不再只是之前确诊病例的已知接触者 意味着还有些传播链被漏掉了 有病毒传播没有被探测到 WHO将喀麦隆 中非 刚果 利比里亚 尼日利亚 狮子山 嘉鹏 象牙海岸列为流行国 另外 加拿则没有动物感染病例 上述流行国其中前七个 今年前五个月 和你深入 阅读世界脉动 与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